第一个是专注Focus 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所要强调的感觉讯息上面 比如说我今天在教我的学员去做特定的动作的时候呢 我要请他把注意力放在我所给他的这个指令上面 再来是感觉Fill我们要提醒我的学员或是当我自己在做身体感知训练的时候呢 我要去感觉这些外界的器材或是肢体引导提供了身体哪些的感觉回馈 那再来一个呢是我要去控制速度 就是我在做这个过程动作的这个过程呢 重要的是里面每一个步骤我怎么样去执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